为什么地球上有很多动物都活得比人类更久呢 正常情况下来说 人类的寿命一般都在70岁左右 有些动物动物则上百岁的年龄 远远地把人类甩到了背后 为了搞清其中的长寿秘密 科学家从而展开了研究 今天就和小马哥一起来看看 人类从动物身上踢着到长寿科技 最为人所周知的长寿动物应该是乌龟 它虽是爬行动物 在陆地上体积也不大 攻击力也不强 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但它却是陆地上最长寿的动物之一 乌龟拥有其他爬行动物 所没有的显著特征 首先它的物理防御技巧 坚硬而后持的龟壳可以保障它的安全 在面临危险时 迅速的收缩进龟壳里覆盖住重要器官 这一强大的物理防御构造 是乌龟长寿的一大要素 其次乌龟的身体记忆也相达成大 具备得天独过的长寿基因 根据京都诺维斯用户数据显示 这种长寿基因是人类研究长寿基因的重要标本 这些年 人类也从动物身上获取到了很多长寿知识 并且学与之用 而Novice Beta就是很好的例子 据说 今年90岁高龄的李嘉诚 就是该向长寿项目下的投资者和首批实验者 那这到底是真的吗 在此之前 咱们先来看看乌龟的长寿秘密 乌龟天生幽满 所以新陈代谢缓慢 细胞分化也比较慢 身体消耗少 其次 它的胚胎细胞的分裂代刺 更是能达到110代左右 因此 在先天因素上 它比一般动物的说命 都要长 那减少身体衰老的关键原因 也就是体内的抗衰老基因 NAD Plus 为了将这项基因技术 使用到人体身上 李嘉诚确实投资了2500万美金 在这项抗衰老基因上 京东数据显示 这项实验目前已经有了重大突破 而Novice Beta 就是最新际代的人体抗衰老虫虫剂 我想 这件90岁高领域 身体却依旧健康的李嘉诚 就是最好的例子 抗衰老基因真的能在人体上使用吗 其实 不但发现 人人从二代开始 一直就在进步 当初 人人的平均寿命仅有50到60岁 而现在 普遍寿命已经达到了80岁 除了生活条件提高以外 各种营养补充剂 也起得了严重的作用 根据京东诺维斯用户数据检释 人体补充剂 Novice Beta 正是人类抗衰老基础下的顶尖产品 说到这里 全马克也很好奇 那如果人类以后都能活到200岁 甚至更久 那世界就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